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单纯的干硬化导致了负水 有些病人是可以治愈的 我们负水的这个原因呢 在病床上面 主要是 干硬化导致的门静脉膏高压 和低大脉膜全身导致 当然其他还有一个原因 比如说这个铁化导致障碍 比如说由于干硬化 干果能的下降导致了 技术的灭活 障碍 这都是干硬化导致的原因 如果说是比如说蛋白比较低 满脉高压 我们真理性的治疗 有些病人的负水可以完全消除 当然了这个 以后可能还需要长期的吃药进行控制 有些病人玩过去的负水 治愈就比较困难 很难把它断根 那像这种情况 比如说已经到了中部期的干硬化 我们建议病人可以进行干硬磯 我们建议病人可以进行干硬石 我们建议病人是对的 重心病人可以进行干硬成了 但我建议病人可以进行去 tellement 还能够进行转换